白滿甘蔗的小小甘蔗攤 現在在嘉義卻因為地價漲大受關注 嘉義縣最新公告 土地縣值平均調幅來到3.84% 其中最厲害的帝王就是一家甘蔗攤 平均每瓶大概61萬元 比去年增加了18.1萬 甘蔗攤就位在嘉義蒲子 市山通路與市溪路口 如果以一瓶60元的甘蔗汁來算 每瓶來到61萬元 等於要狂賣1萬坪才能負擔 而不只嘉義 因為台積電南下設廠高雄也跟著發財 南子區的中古屋房價已經狂漲95% 現在還有屋主要賣地 就有民眾說他家在南子廠附近 最近要賣屋齡20到30年的住家 售價1500萬元 要拿來買自家祖產 不過因為台積電加持下 很多人都說千萬別賣 因為接下來房價還會再漲 他都已經是一個規劃當中 甚至已經在執行的階段了 所以勢必他會帶來一些就業人口 那再加上說可能會有一些高製程的情況 而讓這些來定居的工程師或是就業族群 他相對之下在薪資上面或資產上面 也會比較豐厚一些 都會讓整體的房市價量上面 仍然走向一個比較恆溫的發展 不過眼下房市最大不確定因素 還是因為央行打炒房政策 一波波來 先是衝擊市場信心 更讓有剛性需求的民眾 19號里堅市會議如何決策 也備受關注 東森財政院劉子騰 王安平特別報導 房市現在只能用寒冬來形容 我們剛剛提到了 包括了現代令 包括了七波的打房 你的確有打到一些炒房者 但是更多是一些無辜的民眾 甚至以賣房子為生的這一些房仲 我給大家看幾個數字 第一個是全台灣的房仲 在八月份的時候有七萬多人 就知道他們現在過得有多苦 而且在交易量上 今年六都在十月份的交易量 奏減了百分之至少十三 那總年減少了百分之七 那我剛剛提到 這些近八萬的房仲 到底應該怎麼辦呢 現在是不是跟骨牌一樣 一個個倒下來呢 先給你看到一個地點 叫做高雄 高雄不是說有台積電等等的一些因素 可以讓它的房市起來嗎 看起來好像沒有 原因是因為現在傳出 高雄的房仲業者撐不住了 傳出有十家的直營店倒閉 而且倒閉並不是說簡單的裁員 你說裁掉一些基層員工就算了 現在傳出的是從副總到店密 通通裁員 等於是這家店整個倒掉 有十家以下 這是在高雄 那現在房市的趨勢專家 李同龍就說了 各位不要以為這是一個結束 寒冬才剛剛開始 你必須要到農曆春節之後 才會看到一些微微的復蘇的曙光 那我們就要問啦 那這樣我要等到農曆春節之後 那現在有多少的房仲 活下來的會剩多少呢 現在房仲會不會對他們來說影響非常大 有 因為從一些跡象裡面看得出來 現在在網路上面大家在討論的是 這些房仲是不是真的急了 急的是什麼 過去我們看到一些短影音在搶房仲 在搶一些相關的一些房市 但現在開始用一些傳統的方式 有民眾接到了電話說 先生啊 請問你要買房嗎 他說我已經很久沒有接到這種電話了 那他回絕之後呢 沒想到隔天又要發現 他的這個信箱裡面竟然塞滿了 頭子的宣傳桌陵 就表示說什麼 現在真的是寒冬 他必須用一些更傳統的方式 能夠撈到多少是多少 有網友也分享了 房仲音樂真的很急 但是賣家不急 甚至你的實價登錄比較低的情況之下 我就不賣 所以房仲缺錢的情況之下 比誰都還要希望能夠成交 那現在還有很多人說 多久未聯絡的人都開始寒暄 甚至貼物件 希望能夠幫幫忙 好 那房仲也有分兩種 第一種是有存糧的 就是冬天快到了 我要存糧 有些是沒有存糧的 我們先看沒有存糧的 這裡面恐怕有一些菜鳥的房仲 或是一些沒有做好分配的房仲 現在一些資深的店經理都跟我們講說 他們現在都去幹嘛 兼拆跑外送 甚至直接去做機場接送 因為你已經沒有案子了 你能糊口飯吃就已經非常好 但是其實有很多的房仲 其實在前十年已經賺蠻多的 所以他現在可以平均分配下來 他也要度過這個寒冬 而且前一波房市他們的確有賺能夠撐 而且他們在等待的是 現在市場冷靜之後 未來會不會有高峰呢 就像我剛剛提到的 專家說農曆春節之後或許有個復蘇 他們現在在等的就是我撐過之後 我等待下一波 好 還有另外一個話題 就是房仲不是很常有個廣告說 你的保底底薪五萬塊嗎 不是應該很好賺嗎 這個問題現在也在網路上面引發熱議 大家想說這麼好賺 那我去當房仲就好了 但其實不見得 原因是因為 房仲要做非常多的事情 包括你要騎機車 你的保養費非常的高 你必須要穿著西裝 你要制裝費 尤其是他工時是十個小時以上 而且假日基本上是沒有在休假的 禮拜五六日 才是民眾去看房的時機 所以你說要保底五萬塊 薪水算高 他們的工時這麼長 這麼多的事情要做 其實也是不方便 那有民眾也有講了 房仲不是賺底薪的 好賺的房仲是不需要零底薪的 也希望能夠度過這個寒冬 好 以上是這一節財經最新 人來人往 車水馬龍 台北市無心街商圈 人潮落意不絕 民眾想在北市淡黃區租個房子 租金至少一萬元起跳 不超過萬元租金 格外受到注目 大大Hello Kitty棉被 雙人床擺放 一旁就是瓷磚牆面 看似是木板隔間 有衣櫃書桌等雜具 七坪大雅 房租金一個月不到七千元 屋主更打出北一步行58秒 就能抵達 這樣的距離究竟有多遠 這個中屋處 若是步行一分鐘內就能抵達 也就是說過了兩三條街 再過個馬路就能到台北醫學大學 不過室內的格局卻在網路引發討論 58秒 蠻精確的數字 它看起來就很像坐在浴室裡面的 這個牆壁有點像廁所 有網友直呼 租個廁所要花個幾千元 真的是貴桑桑 最新一季數據出爐 11月消費者物價指數光是房租部分 年增率就超過2% 暢下近28年以來新高 房租持續飆漲 房價也不遑多讓 竹北高鐵特區在園區帶動下 成交價已經佔上9字頭 距離百萬只有一步之遙 其實都會有感於 像是央行的打房政策 在一些條件之下 貸款條件上也沒有過去來得這麼好 讓它的租金有所調整 它又買不起房的情況之下 當然它可能就以租物為主 那這樣的情況來說的話 仍然讓租物市場有一定的需求度 都會去帶動它的房價走深 央行打炒房政策 加上銀行房市貸款滿水位 使得許多購物族一袋難求 有自助買房需求 民眾更是躁苦連天 物價飆漲通貨膨脹失袋 什麼都漲就是薪水不漲 小老百姓荷保緊縮很有感 東森 財經新聞電話 好處好前太報道 現在物理超過40年以上老屋已經突破 300萬戶 但你知道嗎 不是新房子才有公設 老公寓除了地下防空室 跟陽台還有頂樓水塔 要是賣屋時忘了補燈 可是要少賺好幾百萬 除了老公寓 台北市還有40年社區大樓 不賣不知道一補燈不得了 公設多了整整10坪 以一坪81萬計算 成交價整整多了810萬 對換屋族來說正是一大利多 比如說這個陽台的部分 我們可以通過測量成果圖 來看它的位置 裡面是不是有這個位置 那如果沒有的話 就可以去做一個補燈機的動作 補燈陽台通常會多2到4坪 但還有好幾處容易忽略地點 包含防空避難室 停車位 水塔等公共設施面積 民國71年修法後 也能列入房屋登記面積 所以超過40年房屋 才會有補燈需求 不過像防空避難室和水塔 還要經過其他住戶同意 依平數比例申請 扣掉約25代書費和幾千塊的汽稅 通常還能賺100萬以上 不過過去也曾有糾紛 是房仲沒主動告知屋主 把其中的價差通通賺走 不效的這個中間業者 會勾結這個投資客 那隱匿這個陽台未登記 或者是公設未登記的這些資訊 那屋主不知道這些資訊 是在造成它的售價沒辦法提升 變成是說 讓這個差價的部分 是被投資客去賺走 出售老房之前 別忘記留意公設有沒有補燈 否則默默少賺好幾百萬 未來真要 垂心肝 多謝王楊凱 令和台北測問報道